Hello YouTube 我是Kate思丁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肉类 不是牛排喔 而是鸡肉 全台湾在2017年的时候 一共养了191万只鸡 平均每一个人 一年就可以吃下31公斤的鸡肉 非常的多 但是你知道吗 把买回来的生鸡肉拿去清洗 可能越洗越脏 平时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习惯 把买回来的生鸡肉 先用清水冲洗过一遍 认为这样子会比较干净 但是清洗生鸡肉的时候 重点不是在于鸡肉本身 而是你家的厨房 清洗鸡肉的做法 可能让你因小失大 反而把厨房都污染了 美国疾病防治局CDC在推特写道 别洗生鸡肉 洗了反而会把鸡肉上面的细菌 附着在厨房器具 或者是其他食物上 为什么CDC会大声疾呼呢 当然是因为传统观念 在任何地方都依然深根蒂固 要改变并不容易 很多人会因为求心安 而做出一些仪式性的行为 像是有棒球选手为了赢球 可能从来不洗头盔 一般人买了生肉 可能为了求个心安理得 都会拿清水冲洗一下 但其实肌肉在土宰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一个完善安全的土宰 它就已经帮你做到土体清洗了 重点并不在于肌肉有没有碰到水 而是在于烹调过程 因为只要透过适当的烹煮 附着在肌肉上面的细菌 同样会被杀死 但是你有想过吗 清洗完肌肉的水 接触到水槽砧板或者是刀具 喷溅出来的水滴 也很有可能沾染到其他的食物 那这些有经过适当的清洁吗 不一定 到时可怕的沙门湿菌 曲状感菌 都有可能沾附在这些地方上 造成交叉感染 正确处理生肌肉的方式应该是 1.将肌肉用夹链带冷藏包装 2.处理前后都用肥皂洗手 超过20秒钟 3.替生肌肉准备专属砧板 4.处理完肌肉以后 替所有接触过肉的器具 以清洁剂清洗 确保完你的器具都干净无虑之后 我们再来聊聊肌肉该以什么方式烹调 官方建议家禽类的烹调 最好都要超过摄氏73度才算安全 但是在这边也跟各位介绍一个 已经开始逐渐收到更多人 认同建议的烹调方式 以64度的温度 烹调超过60-130分钟 要达到这种做法最简单明瞭的方式 就是通过低温烹调 如果是不带骨的鸡胸肉 也可以挑战用60度烹煮超过一个钟头 得到的成品会是带粉色 但是口感极嫩的成品 之前我在介绍鲜奶制成大公开的影片中有提到 就是把食物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保持一段时间 就可以杀死95%到99%的细菌 剩下来的细菌也不足以影响人体 巴氏杀菌法如今已经被普遍的利用在牛奶 蜂蜜或者是果汁这类容易被高温影响味道的食品上 任何蛋白质只要中心温度超过65度 都会快速的老化 变质 流失水分 特别是在料理鸡胸肉 这种油脂不多的部位 火候的拿捏就必须要恰到好处 当然 在推荐各位尝试低温烹调的鸡肉之前 还是要呼吁各位 确保自己的肌肉来源是有通过HACCP认证标章的肉品 高品质的肌肉才可以既美味而且健康无语哦 我是Key斯丁 有什么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 喜欢这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订阅频道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